2021年3月2日 高我阿依塔 觉醒的两个真相 传导阿依塔 我们亲爱的光之工作者星际种子们 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 实在是太棒了 我们在伟大的觉醒和我们个人的觉醒中 是多么美妙啊 觉醒是一次深刻的个人内心之旅 对经历它的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觉醒是今生的目的 也是所有全生体验的顶点 觉醒是自我的实现 觉醒是意识到这个星球地球教室 全稀土旅程的沧桑把我们转向了内在 让我们审视错误的概念 和我们灌输的不合逻辑的矛盾信念 正是通过释放我们所有的信仰 所有的教会 所有我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 我们才变得自由 摆脱自我奴役的束缚 摆脱被教导的谎言 从那些生下我们的人身上的痛苦 不正常的教导中解脱出来 所以生命的目的就是选择爱 放弃所有恐惧的消极信念和想法 就是选择爱 因为随着痛苦和恐惧的浓雾被释放 我们在更高的第五维度振动中的 全部神圣遗传之爱 就可以自由流动了 博爱 无条件的爱 与它所有美好的内在品质 我们以前经常谈到这些 爱振动中固有的是和平 感恩 智慧 洞察力 同情 喜悦 幸福和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进入快乐的振动 自我实现可以被定义为 一个人的才能和全力的实现 就像一颗小小的巷子 也能成为一颗壮丽的橡树 我们也是如此 因此 我们在自我实现 个性化的爱上都有潜能 出生在地球教室里 我们被限制 分离和负面情绪所磨练 辗转反侧 在地球上 在物理化身中 释放所有这些情绪和强加给我们的低维度思想 这是我们出生的权利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真理让我们自由 确实如此 让我们自由的真理是什么呢 有两个真理对阳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 我们不是那些以前一直被证明似的 罪恶的 微不足道的如虫 我们是神圣的 我们是上帝的圣子和圣女 神圣本质的碎片 具有人类体验的源头能量粒子 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美妙的启示啊 我们是神圣的灵魂 我们是上帝的意识大海中的一滴水 我们是非常勇敢的灵魂 我们来到地球来体验地球的低而重的震动 我们确实是勇敢的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体验的堕落之深 我们没有意识到感受负面情绪有多难熬 地球被劫持了 我们被催眠了 人类已经陷入一种深深的恍惚状态 接受他们的政府 政治家和小官僚 医生 教师 牧师和教育家告诉他们的一切 我们现在在沉睡的弟兄们身上是多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哭声响彻天地 唤醒人类 唤醒亲爱的弟兄们 觉醒过来 看看你们神性的真理 消除你们的恐惧 消除你们的忧虑和担心 认识到你们是有着人类体验的神 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个真相 是我们的地球奴役的真相 是强加给我们的控制系统的真相 控制系统是如何控制我们的 我们需要认识到 我们是人类身体中神圣的灵魂 在地球上 我们必须面对给我们编程的恶魔 以我们影子政府的形式存在的魔鬼 没有灵魂 没有同情心 没有同力心 所以 魔鬼的快乐就是我们的悲伤 我们的伤害 我们的痛苦 所以魔鬼 我们的控制者 给了我们各种形式的痛苦 我们的社会被劫持了 影子政府建立的制度中没有爱 在心理学中 复杂性理论指出 一个人的生活越复杂 压力越大 它就越有可能变得抑郁和自杀 我们在2021年的生活变得如此复杂 令人难以承受 我们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复杂性和压力 我们的金融体系及其货币形式被设计成让我们陷入贫困 匮乏和恐惧的压力之中 要付这么多的税 这么多的费用 这么多的账单 害怕失去工作 担心失去收入 担心没有足够的钱 担心花费过多 我们的宗教被设计来强调我们罪恶的本性和死亡 恐惧 恐惧 恐惧产生于孩子们进入教堂时看到的十字架上流血的基督的痛苦画面 认罪认罪认罪 遵守你们教会的规章制度 教义和教条 不赞成所有与你们不同的想法 因为你们有一个真正的宗教 所有其他宗教都是亵渎 这个医疗系统让健康的人在恐惧中畏缩 等待着一年一度的实验室检查的结果 全面的医疗 友好的食物 新鲜的空气和草药被嘲笑和抛弃 手术和药物已经成了当下的秩序 吃一片药 身体就会好起来 这是我们每天24小时从新闻媒体听到的口头禅 我们的学校制度是为了让我们遵守老师告诉我们要做的一切 我们很小就被关在教室里 当我们不自然地静静地坐着 常常感到无聊和不安时 我们就沉默了 我们没有被教导真正的历史或真正的心理学 我们并没有被教导用友好和充满爱的方式来相互交流 我们被教导保持沉默 毫无疑问 通过重复声称的事实 事实上是虚构的来学习 而不是批判性思维 我们的思想被控制进入到屈服和分离之中 我们被告知自己有罪的 有偏见的 种族主义 暴力 不人道 天生邪恶 我们将下地狱 有多少人害怕死亡的呢 因为他们非常害怕下地狱 不存在地狱 天堂是我们灵魂的居所 在第三维度的表达中 地球才是地狱 而且 这是它本应有的样子 因为这是地狱 我们是来到这里体验的 因为阴影和黑暗在创造一种纹理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根据这种纹理来定义自己的光 所以影子政府为我们制造了黑暗 父母不再花时间陪孩子 因为他们都去上班了 所以我们的孩子感觉不被爱 当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如此之少的话 我们怎么能感到被爱呢 我们天生就知道被爱的东西是被珍惜的 而我们并不感受到被珍惜 所以不被爱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不值得的 他们在外在寻找爱 他们加入邪教 他们滥用药物 他们行为不端 他们尝试各种不健康的行为来寻找他们所缺乏的爱 而我们生活在大城市 骚乱 噪音 混凝土就在我们身边 日出的光辉在大自然的波涛中闪烁 日落之美在村庄的绿地上 我们的食物 水 空气都被故意污染了 疾病和退化在过去的岁月里一直是我们的悲惨命运 因为我们在通过这个地球教室 因此为了真正阳生 我们需要摆脱我们所被教导的一切和我们的错误观念 我们需要看看我们被动了哪些手脚 我们需要看到有一个伟大的阴谋正统治着地球 我们的统治阶级 我们的政客 我们的宗教领袖 都是影子政府收买的奴才 他们受到魔鬼的诱惑 腐败已经超过了他们 他们为了世俗的权力 控制和金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知道了我们的神性和奴役的真理 才是让我们获得自由的真理 这是重生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 重生 所以当我们看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这个地球教室是如何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从低震动的第三维度范例中解脱出来 我们变得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的人接受自己和他人的本来面目 自我实现的人不仅完全接受自己 他们还拥抱他们的兄弟 他们在地球上的旅伴 作为他们真正的神圣存在 他们怀着极大的爱和同情心 看住仍在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他们知道这个尘世之旅的痛苦 但他们也知道优势和启蒙的荣耀 痛苦是我们物理教室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所以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正处在一个美好的时刻 我们被祝福的觉醒住的存友们正在观看地球的提升 以及将使我们获得自由的真相的皆是的伟大舞台剧 当然 现在的生活很好 而且会越来越好 但最好的还在后头 事实上 最好的还没有到来 阿伊塔传导住他的高我 我们的确是有福之人 非常非常棒的 阿伊塔伯